好 各位朋友 想回應一下剛才特首林鄭月娥和兩位局長 宣佈的一些所謂就住縱援和新的政府服務合約的補救措施 我整體講一講 我們的看法 民主黨的看法 跟著先交給鄺俊宇講了縱援的部分 我覺得這次的事件 你見到林鄭月娥除了她自己口中所說的 她的臉都是比較重要的 她臉是放不下的 她的頸也是比較硬的 始終都是不肯面對現實去做一些真真正正確切的補救 好在她都是介意民望 正正是這樣 都面對一連串的政治民生的炸彈 她都是要被迫走出來 可能都很不願意地去回應 但很可惜她都是放不下我所說的身段和面子 不肯真的跪下 就住長者縱援的修正結果 都只不過是駕床碟屋 多次一舉 小收小補 語言偽善 無補於事最終都是 我先交給鄺俊宇講講 就住那個部分的評論 我先講講外判制的問題 好 首先有建制派人士 就形容今次政府拋出來的科案 主賽就是設立就業支援的補助金 配賽就是叫我們的長者朋友參加這個自力更新計劃 我想講一個這樣的科案 一個這樣的難科案 長者朋友是接近不下的 簡單直接 政府不應該勞民傷臣 即你是折騰將會受影響的老人家之餘 你又去打擾前線去處理自力更新計劃的一些前線的人員 其實是勞民傷臣的 這一件這樣的科案 我們相信 首先我們是不收貨的 其次就是最簡單直接的 如果想不勞民傷臣的話 直接撤回這個決定 不要收緊那個六十變六十五歲的長者縱援的門檻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禁錮面子只是希望用一個補獲的方式 但是補獲也能夠保護一獲足 我作為福利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在接下來1月28日我們召開了特別會議 就是針對這個題目作出討論 我們希望這個正如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就是這個是一個最後通諜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就這件事 能夠給到一個滿意的回覆給我們的委員 也要給市民 因為現在放在眼前 我們聽完這個科案之後 簡單而言 就是一些長者朋友 他六十至六十四歲 他仍然會受到影響 魔鬼在細節其中沒有了特別津貼 特別津貼是什麼呢 以往在長者資格裡 大家會想像到 水電煤的按金 一些眼鏡的津貼 一些牙科的津貼 一些社工認為許可的津貼 當我們有長者資格的時間 都能夠領取這個特別津貼 但是現在放在眼前 就是當他進入六十歲之後 不好意思了 你已經不是長者了 也都政府說 我歡迎你成為一個健全的成人 這個是非常非常之涼薄的說法 將原本有的福利變成沒有 現在就是放在面前不爭的事實 你有一個叫做就業支援的補助金 都只是補獲的 而這個補獲呢 你只不過是用錢的問題 我想說 這件事的重點之一 不是單單只是錢的問題 不只是那一千零六十塊的問題 而是政府如何看待長者 如何去做好長者政策 大家想像一下 這一次收緊到可能是六十五下 甚至七十個了 如果你說六十歲以上都不算是長者 其他政策呢 申請公屋的話 還六十歲以上 還是不是長者資格等等 這些都令我們非常擔心 所以我們希望 在接下來一月底 一月二十八號 福利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 就這件事針對討論 好 那我補充一下 政府新服務合約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辭理的回應 很可惜那個回應的力度 都是很微弱 收改的幅度是很小 力度是太小 我覺得是有需要進一步的改善 當然特首為了要撲火 為了要顧及自己的民望 作出一些這樣的修正 又再一次走出來 搶了兩個局長 要說的話說 為自己的民望來補飛 我們其實 你真是做得好的 我們不太介意 很可惜他做的力度都是不夠 問題在哪裏呢 其實在剛剛過了星期二的人力事務委員會 剛巧我問了這條問題 我就說問羅子江局長 肯不肯承諾一個叫做追補方案 就是說在特首宣布這個施政報告之後 以至去到3月31號這個期間 如果有任何政府的三大部門的服務合約已經簽了 可不可以去到追補呢 當時羅智光是斬釘截鐵告訴我們 不可以 因為這樣牽涉了合約精神問題 以及牽涉到財政的技術問題 這個是當時說的 大家可以看看當時紀錄 我當然了 他今天肯就這一點去改 我當然是歡迎 事實上我當時也提出提了他們 牽涉的服務合約的數量很少 今天很少 他今天都說是120份而已 3億元就保障了大量的工友 還有呢 令到一個比較公平合理的改善措施 可以讓多些工友去受惠 一定是對的 那為什麼突然間 林鄭會腦筋急轉彎呢 我相信跟我只說一樣 真的要請教崩潰的民望 請教崩潰的民望 幾樣東西搭在一起 希望做到一些表面功夫出來 這個部分 在這一點上我是同意 因為是我要求他back date 追補的 但是我覺得還是不夠 因為還有幾個關鍵的部分 包括 第一 可不可以就著人工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 他這次的服務合約檢討 公有人工的部分 只佔到12.5% 全份合約的12.5% 其實幅度都是小的 如果你要保障工人的權益 在那個技術計分上面 和工資計分上面 是不是應該要有所調整呢 我們要求他 最少要佔全份合約 工人的人工 應該佔全份合約25% 這樣才有誘因 有助力去逼到這些承辦商 不要剝削工友 當然 他這次他將那個 約滿酬金 以至 相關那個計分制的新的方式 退前了 那的確令到工友受助的 這個我是歡迎的 也都多謝他聽了我的意見 但是呢 他聽了一點 不聽了一點 我就說他覺得是小收小補 另外一個 我有提出的意見 他都是沒有做的 就是台風架的問題 那麼新的修訂呢 其實是沒有處理到台風架的問題的 那麼很多工友依然呢 是在台風的時候呢 就三個部門 一個政府 三種制度 有些工友呢 就要上班 有些工友呢 就不用上班 不過沒有薪水 有些工友呢 就可以不用上班 不過呢 到時 就是呢 要補中的 在接下來上班的日子呢 你一樣要那個星期 我不管你那麼多 你要跑足六十個小時 即是每天可能呢 就不止做十個小時 可能做十二十四 從而補回你那個星期 應該要上班的小時 那麼有些工友呢 不用上班就沒有薪水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完全不足夠 因為政府檢討完整個政策措施 竟然都有這麼大的漏洞 在山竹之後 也不能夠作出一個妥善的改善 我覺得是不足的 所以我希望他呢 亦都聽完我這些意見 盡快修補有關的部分 我講了第一個 第二點先 我就覺得這些 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福的舉動呢 就無謂的 作為特首這樣講呢 我就覺得 有些失格的 真的 就是有些失禮了 我不想到他會這樣講的 即是前任特首呢 今天在Facebook都還在講這些 這些事情呢 我是不是很驚訝的 即是林鄭月娥這麼顧面子的 是不是 我剛才說他 讚他這麼顧面子 不過你又不肯跪下而已 這樣 他竟然這樣講 那我覺得很奇怪了 即是沒有所謂 老實講 你不約泛民同事 沒有所謂的 只要你肯 回復 回原本的制度 我相信我們全部拍攏手掌 市民都讚他 是不是 林鄭月娥 不用我們加面 是不是 用不用他這麼 這麼介意 講他這麼說話 我就覺得 他自己 將自己心中的鬼說出來 那Roy回答第一條 第一條 第一條是甚麼 太生氣了 我回了第二條 簡單而言 就是泛民的同事 第一 不是妒忌 是憤怒 你堂堂一個特首 現在在補獲的措施裏 你只是去 約個別的人 然後說法就是 我不是約建制派 可能我只是約行政會議 成員及其代表等等 這種說法 就是讓人覺得 你現在已經在補獲 可不可以的態度 可以謙虛一點點呢 而事實上 如果擺在眼前的話 你說 我們是撤回的 這個計劃了 你見不見 我們是無所謂的 我們都不是很 恨你的重恨 所以 回到來的問題是 如果一個特首 堂堂一個特首 我們希望他 尤其是 既然你闖了這個禍出來 請你補獲 也補得謙虛一點 我覺得他講的說話 除了我只是講的部分 我想補一句 我覺得是有少許多餘的 多餘的位置是甚麼呢 除了他剛才抗拯人這樣說 他的政策已經是多餘的 嫁蟲碟屋的 其實等於 在錢方面 你做多麼多功夫 浪費多麼多時間 心力 到最後一樣 連他這句話 竟然都是這麼多餘 難道你過去對我們很好嗎 你以前 大家都知道 建制派早收三日封的 是不是 我何時輪到我們早收三日封 是不是 建制派從來都是你有這些事 就約他們談的 是今天第一日新鮮的事嗎 盤古初開就是這樣的 這麼多屆政府都是這樣的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他這麼介意 講出這樣的說話 你講這個 你講這個 現在放在眼前 看來最後那個時機 就是1月28號的福利事務委員會 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這個情況之下 正如剛才 記者朋友所提出的 這個 不涉及公共財政 在這個情況之下 能夠做多的事 看來就是民意 和現在在議會裏面 可以發生的一切方法 簡單而言 希望政府能夠做的是 原來是辣馬 並非是小收小補 我想 接下來 其實還有 距離特別會議 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希望 都繼續去匯聚民意 相信都很清晰 就是政府 不要繼續帶頭去虐老 政治現實方面 其實還有一個機會 就是我們的建制派同事 本著良心 面對真正的現實 去評論這次的修正 只要他們肯真的面對事實 沒有理由老實說 剛才有同事說 有什麼主菜配菜 講到天花龍鳳 整碟都是要長者吃的 你現在一碟東西 剛才抗拙者都說 那些長者津貼沒有了 那裡牽涉很大量的資源 長者就是需要這些東西 就是長者才有特有的需要 你剪掉了別人 又要迫別人去做工 然後做了一大堆東西 那你就等於豁免 你不用做了 我覺得搞這麼多東西 到最終其實是浪費氣的 我覺得如果建制派同事 知道整碟東西 無論主菜配菜 其實全部都是要長者吃的東西 肯拿一個良心出來 面對現實 不要在那裡 好像找到一個下台街 大家急急地說 我聽到剛才有人說 什麼撲到火 這個又是鬼魄後尾枕 他那裡火燒了你後欄 那你就怕了 撲什麼火 現在真正水深火熱的是長者 不是我們政治人物 不是你當時投票 知不知支持他 大家的焦點放回民間 行不行 那些財務者 哪些財務者 還有什麼財務者 都還會留在 政府需要生涯的 甚至下 公司提出了 什麼財務者 都還會留在 製造成爭執 甚麼財務者 那些財務者 很多財務者 阿神 OK,OK,OK Cary LAMS NILS REMEDIAL MEASURE CANNOT ADDRESS TO THE SPESAL ALLARANCE FOR THE ELDERLY OF CSSA FOR EXAMPLE LIKE SEING THE DENTIST AND EYCLASSES ALARANCE AND SOME MEDICAL SPESAL ALLARANCE TO THE ADRESSING TO THE OLD PEOPLE so we cannot accept this proposal and that is an incomplete proposal and also you mentioned that we should go back to the original arrangements just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so much hassle to the frontline staff as well so why is that going to be a problem I think the whole package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now is an administrative redundancy it simply like bring ours to Athens it is totally unnecessary the government can just do it simple restore to the original plan and that all the elderly 60 years old can be regarded as the elderly to apply for the CSSA and there is no more problem but because of Carrie Lam's own dignity and cannot provide any proposal that she may regard as lead to the public and then provide such a weird and redundant proposal to try to extinguish the fire in the council I think the general public cannot accept it Thank you and we all wait for us oh my god are now toh f en